联邦政府前天解密六六空难调查报告 不过飞机师的孩子投诉 报告存在许多矛盾和漏洞 导致父亲甘迪纳丹蒙受冤屈 新报报道 飞机师的孩子尼詹甘迪反问 如果飞机师不配执行任务 为何还会允许他开飞机 乘客更是首长和重要人员 这合理吗 针对调查认为 事故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飞机尾部的行李舱超载 导致重心失衡坠毁 尼詹甘迪则反驳 如果飞机师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们是不会起飞的 他指出 如果公司向飞行员提供正确的数据 就不会发生事故 因此这是公司的责任 至于报告批评 父亲的飞行记录差 也没有准备载货表 记录乘客和货物重量等等 还超时执勤 尼詹甘迪则认为 不该只保矛头指向父亲 航空公司应该背负更大的责任 他也访问 如果父亲真的不具备飞行资格 为何民航局会授予他执照 他还质疑 澳洲方面的调查员有诚信问题 但报告在事故发生近50年后才公布 如今已经不可能再核查 报告的调查方式等信息